我逃过一劫 你很遗憾啊 没没没 我就是口渴 想喝点水 来 给你带来了 这还差不多 这什么呀 怎么一股酸味啊 这是咱们师爷给你特制的 折耳根菊花茶 清热败虎 和你现在的情况 绝配 小飞龙 我可是你过命了 兄弟啊 说好的同甘共苦啊 后悔啦 给我腾地儿回来 哪有那么夸张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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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真麻了 谢谢 谢谢 小六 消瘦了 小六 偶尔让他们败败火也挺好的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折腾 便乖了 可你还是一样讨人厌 丧府的家庭全死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家属来县衙领抚恤 全县衙只有我能站得住 我能不知道吗 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事已至此 我不想让你白白伤心 那证据呢 丢了 丢了 那你还站在这儿 还不去找 丧劫的物证本来就没什么用 丢了也就罢了 倒是人证现在都死绝了 我们的线索 也彻底断了 那厌尸了吗 这么大的事 肯定有大义之士 在身上留下什么线索的 然后等着有人 替他们沉原招学也不一定 画本子里都是这么写的 你没事吧 掌柜的掌柜的 你们一姑娘晕倒了 怎么了 晕倒了 晕倒了 这 你还愣着干吗 快去找大夫啊 让开 让开 如意姑娘 如意姑娘 这几日 如意姑娘可有什么异样啊 没有什么呀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些人 全部都是服毒自尽 而且有一个人的身上 还发现了一封遗书 大概的意思是讲 他们呢 不希望有人诟病 他们的主子桑结 怎么会有人给这种贪官殉葬 这些人全都牙关紧闭 根本就不像做好复死准备的意识啊 这依父明显不是他的 还有他那个手 哪里像家谱的手啊 别说老简了 连一丝起皮都没了 进步不小 那你说依父的主人是不是还活着 我也这么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有希望了 我都找到这么大的线索了 你不奖励奖励我 那就奖励你 在这里跟他们共度一天 我 什么 我跟你一起走 你住多少钱啊 就要这一本啊 不是吧 还真没看过 打个折呗 便宜点儿都是常客 瞧您说的 哪有跟医馆讨价还价的 便宜点儿是一点儿呢 真是 这不早 那好了 三碗水煎 小伙伴个时辰 早再来啊 一点也不给便宜 以后我不来了 大夫 大夫 这不是 朝鸡 早点忙慌的干嘛呢 不是 你们家掌柜的失恋的病 是治不好的 来这儿也没用 不是掌柜的 是如意姑娘病了 病了 对 不知道怎么就晕过去了 我这不赶紧就来找大夫来了吗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大夫 赶紧跟我走 有人病了 快点快点 快快快 急急的 公主别急 好 走 大夫 这 到底是怎么了呀 很奇怪啊 心脉不稳 气血亏空 像是中毒 却又不致命 没了 不是你你 我找你来 你有病治病啊 这种病症 我从未见过 这位姑娘 平日可有什么异样 异样 一怒一暴躁 见先生不理人 不爱笑 沉默寡言 经常找不见人 我问的是身体上的意义啊 身体上的意义啊